我们家紧挨着公园,中间只隔着一个铁丝网, 经常可以和公园里带孙子的老人们聊天, 其中听到这样一个故事, 方方和媛媛在国内退休了, 正巧移民加拿大的儿子儿媳生了孩子, 需要有人帮忙, 老两口放弃了国内的愉快退休生活, 来到多伦多带孩子, 为儿子解决了大问题, 他们在儿子家附近买了一个小公寓, 儿子说你们就搬到我们的房子一起住吧, 这样带孩子也方便, 过了一阵儿子说你们把房子转到我名下吧, 以后早晚是我的, 我把公寓出租, 还可以帮助我环安街, 反正你们已经住在我这里了, 没想到源源不幸得了疾病, 不久就去世了, 过了一阵儿子说, 他妈希望到这里来带孩子, 让方方搬出去, 方方想要住回那个公寓, 儿子说, 那个公寓已经签了几年的出租合同, 住不了了, 你去争取政府的廉价屋吧, 方方说, 你把公寓的租金给我租一个房子吧, 儿子说, 租金还要用来付我这个房子的安街, 实在拿不出来, 我已经替你租好了一个小公寓, 你的退休金付这个小公寓的租金, 还是够用的, 方方气得二话没说, 收拾行李就搬到了小公寓里边, 躺在床上, 方方越想越气, 养了这么一个狼崽子, 娶了媳妇忘了爹娘, 闹得我晚年没地方养老, 连个房子都没有了, 他一晚上没有合眼, 第二天他给儿子打电话说, 我还是想住回我原来的公寓, 你把那个公寓转成我的名字, 我把手边的钱替你还你的房屋贷款, 儿子一算, 房屋贷款比小公寓要多出几十万, 立即孝逐延开, 第二天儿子和方方一起去了银行, 看到方方确实有那么多存款, 就和方方办了过户房产手续, 回家等待方方将存款打到他的账户上, 等了一天也没有到账, 他打电话问他爸爸, 是怎么一回事, 方方说, 给你打款的事情, 我的想法有了一点小小的改变, 原因是我有两个没想到, 第一个没想到, 是我差点就连个房子都没得住, 第二个没想到, 是亲生儿子不养我, 这一笔存款, 还是先保存在我手里为好, 给你多少, 还是等到我临时前一天再做决定吧。 好轻护, 好轻护, 好轻护,